姐夫 我让你给我凑三十万买车 这钱我怎么还没收到啊 不是 你让我给你转钱我就给你转了 你就五万块钱还想买四十万的车 不是 这四十万又不多 家里已经给我凑了五万了 我姐再给我凑三十万 这不正好吗 哎呀 你赶紧把钱给我转过来 4S店还等着我踢车呢 你要是耽误我踢车 你负不起这个责任 不是 你踢车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对你负什么责任啊 哎呀 你别磨叽了 赶紧把钱给我转过来 要不然呢 我让我姐跟你离婚 你是不是觉得你脸大呀 你现在就让她过来 我看她敢不敢跟我离 哎呀 我给你个面子叫你生姐夫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告诉你 今天最好把钱给我转过来 要不然以后好日子 你也别想过了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我跟你姐结婚还不到一年 你自己算一算 你在我这里拿了多少钱了 还有你父母 三天两头来问我要钱 现在连接在拿 一共有五六十万了吧 你们有还过一分吗 你们不感觉到羞愧吗 我娶的是你姐一个人 不是你们全家 不是 你们家是开工厂的 年收入就上百万 你又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哪花得了那么多钱呢 去年 你们给工人分红就分了八十万 我们家呢 就分得了那么一点点 还什么还呢 我的钱 我的钱是我和我的工人辛辛苦苦赚来的 我给他们分 那是理所应当 凭什么你们拿得这么理所当然呢 就因为我娶了你姐 你们全家就像寄生虫一样 趴在我的肠里面去吸血 你们还要点脸吗 姓孙的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上次只是给了你点小小的惩罚 我告诉你 这三十万你给还是不给 你别给我惹毛了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你如果这么说 我一分都不会给你 上次我是看在你姐的面子上 我不跟你计较 如果你再这样继续胡搅蛮缠 我把上次的账和现在一起算 长本事了 现在都敢这么跟我说话了 好 我今天非要你好看 你等着 我现在就给我姐打电话 喂 姐啊 我快要被你那非无老公给气死了 我就管她要点小钱 才三十万而已 她都不肯给我 行 老弟 等会儿就把这三十万给你送过去 行 我在你家楼下小花园等你呢 你过来吧 好 来 弟 三十万拿来了 拿去买车吧 从现在开始 你没有资格再动我一分钱 哎 你什么意思啊 那可是夫妻共同财产 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你管得着吗你啊 我告诉你 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夫妻了 而且我还会起诉你 让你把之前挪用公司的公款 贴补娘家的钱 一分不少的给我拿回来 你居然还要起诉我姐 把这些给我们的钱 全部都要回去啊 没错 你姐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处置我的财产 这是不合法的 你别敬酒不是吃法酒 你别给我动手动脚的 我告诉你 明天早上民政局见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